自从1972年美国结束了一连串阿波罗探约任务之后 住在地球上的我们人类 对于这个最接近我们的邻居的兴趣 似乎一时间已经淡忘很久很久 如今情况又有了变化 继美国跟苏联之后 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准备也要展开他们的月球长征之旅 从2004年这项行动开始正式开启 代号就叫做嫦娥 当月探约任务是非常昂贵的 不过中国大陆常说 当年美国那个阿波罗计划 前后耗资260亿美金 但是却诞生了至少3000项以上的新技术 在市场的商业价值总共获得的估计 超过了2000亿美元 换言之每投资一块钱所赚得的回收在四五倍以上 因此这项太阳月任务是绝对值得的一项大投资 当然它也包括可以提升国家的地位 同时还有长远可能深具意义的军事价值也说不定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项综合国力的大巡计划 如今已经进行到了第二阶段 也就是开始可以把探测船开始以软着陆的方式降落在月球表面 而这个时机点应该就是在这个月的14号那天 玉兔号将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在外太空所降落的第一个太空船 成功的话将代表整个的探月计划将往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如今一定的目标是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能完成他们首次的太空人真正踏上月球之举 当然目前如今来看还有十年的倒数 还有很多漫长路要走 我们看看这一次走到如今他们走得如何 对未来他们有多大的信心 又是一次让全中国13亿人口屏息以待的时刻 然而这也是因为求在过去37年以来欢迎新可人的机会 好的开始这份试气 但其实脱离大气层的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 还在面临考验 要让航天器顺利入轨动力一个个消失 在飞航18分钟后 气舰分离说明任务完成 嫦娥奔月大陆从2007年开始 这已经是第三次 不同的是嫦娥三号比起前两代重了1300公斤 因为这回嫦娥不是形单引之 还怀抱着玉兔一起飞 宛如穿着一身黄金甲 嫦娥这个月球探测器是由着陆器和巡视器两个构成 而巡视器就被命名成玉兔号 从12月2号升空以来变换了三次轨道 距离月球越来越近 预计在12月14号 嫦娥3号就要展开 中国在外太空头一次的软着陆 我们要比较匀速地往月面上落的话 我们受到的月球的重力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发动机的推力 要能够进行调节 没有大气的月球要降落不可能靠降落伞 而是得在15公里的距离以每秒2公里降到0的方式下降 如果成功 放置顶端的玉兔号就会滑出到达月面 开始它的移动探测计划 有趣的是这个长方形盒子 聪明得很 招轮的话就是它能够尽可能减轻重量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车轮设计的 必须它要有很大的一个接触面积 另外它中央要轻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摩擦吸收要大 这样的话它才月面 它才不会陷进去也不容易打滑 好像锯齿的结构就像兔子的爪子 稳稳抓住月面 行进间还有自动原地转向 和避开障碍的能力 只不过这只兔子跑不快 一小时最多200公尺 等于成人一分钟才走四步 而且全靠太阳能充电 它可不是24小时工作 太阳下山就只能收工 月球车也就是巡视器 它主要是靠视觉定位 定位精度能够达到这个分泌机 加油 加油 大陆从第一个登院计划的 嫦娥一号起航已经五年的时间 但人类太命月亮的历史有50多年了 上世纪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 月球也是目标之一 看看月球上的几个登入点 全是美苏两国包办 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这一刻 1969年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首次踏上月球 留下一个历史的脚印 俄罗斯以巡视器的记录看 目前也只有五辆在月面成功运行 第一辆是1970年 前苏联把月球车一号送上月球 本来90天的任务持续300多天 后来还有月球车二号之后就成了美国的天下 阿波罗15号16号17号的登院任务中 都把月球车送上月球 由太空人驾驶 在月球上开启车来 减轻太空人行动的不便 车上的镜头就成了行车记录器 但在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结束后 月球就没有探测器造访过 直到12月大陆送上了嫦娥三号 要是真的着陆成功脱离着陆器的玉兔号 不只可以清楚拍下月球样貌 还能和着陆器互拍 让人等不及想看到它们在月球上的身影 只是这只玉兔送上月球后 已经注定它将不会回到地球 任务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而大陆的登月计划绕落回三步骤 从嫦娥1号与2号以人造卫星绕行月球 如今进入到落月阶段 2020年计划做到无人采样返回 接下来是否再能上月球 没有答案 可以确定的是 嫦娥4号已经投入生产 神秘的月球在魁为近40年没有访客后 突然热闹起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感谢观看